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地感谢朝野各界大家以文创为中心 终于将台中国家歌剧院正式纳在我们国家级的表演艺术中心 中部地区台中市是一个乐活的城市 它更是全世界全球顶尖七大智慧城市 同步的我们非常欢喜在世界领袖论坛 我的Leadership Forum的一个论坛当中 我们更评比为世界最佳的艺术文化城市 同时我们有马友友 Pawanodi Pochello 以及维也纳的阿乐团 甚至卡卡女神 都在台中市登场演出 我们一再再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将文化跟国际来接轨 在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的智慧 大家去完成命名了台中国家歌剧院 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2001年台中市人民每一年每年3.92次参加文化的活动 但是经过了12年2013年我们每人的平均次数是40人次 换句话说我们增加了将近13倍以上的文化活动 所以我们非常的欢喜在我们的公设地里头 能够建造世界顶级顶尖的一个场馆 今天在此时此刻的三读通过 我要在这边感谢朝野的立委 以及各界努力的人台中市 我们北中南的均衡相信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世界级的文化制度